橫管經濟財神都,今天是2016年5月21日 大家好,我是Marble,今天是星期六,歡迎大家來聽我這個節目 轉入話題之前,第一,多謝大家的支持和捧場 也多謝那些來給我們的朋友,也多謝將我們節目分享出去的朋友 對於留言的朋友,我也在這裡再多謝大家的支持 新訂閱的朋友,也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節目 希望以後訂閱人數越來越多,看得會開心一點 好了,說回正題了,上個星期我們有講過GDP的內容 提大家多一次,GDP的計法現在比較通行 大家一般會說的就是C加1加G加X-M 這個我想大家聽得多都二十能長 這個概念當然講完之後,那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我們研究問題要知道這件事 你要明白到遊戲規則是誰設定的 遊戲規則設定了,說了經濟的東西 大家就講GDP了,說了通脹就講CPI了 也是歐美方面的基礎 時至今天就沒有什麼人會去反思,其實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真的完全代表經濟是這樣的? 你不要忘記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學 其實歷史不是真的很久 說到一個學術來講,我相信橫觀經濟學是一個相對比較年輕的一個學問 當然裡面我覺得是會有很多可以變化,也都可以完善的地方 為什麼我講這麼大段口水,講這些理論的東西呢? 就是我想大家明白,當我們現在人人都在講GDP 人人都在講什麼CPI,講什麼PPI 第一,你要知道裡面的內容,它是在講什麼 如果你知道裡面的內容是在講什麼 即是裡面的component,裡面的組成是在講什麼 那你才可以深入明白到它在講的東西是在代表什麼 或者你才可以更加深入分析這件事 據說來我們講GDP,你的計法是用C加I加G加X-M這個計法 那我就會想裡面consumptionC有多少呢? investment有多少呢?即所謂的投資有多少呢? G,government,即是你政府的洗費或者政府建設的東西有多少呢? Export有多少呢?M有多少呢?Dimport有多少呢? 當我們去考慮GDP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從不同component去考慮裡面的問題 譬如有些經濟體,你看回它的組成的部分 它的consumption的部分是佔很大部分 即是說,如果你要刺激經濟的話 是不是應該看它的消費是更加重要過其他東西?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分析的方法,對不對? 反過來,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你的GDP的組成成分,消費為主 目前我們看到它的資料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經濟是想增長的話 除了增加消費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 當然可以增加私人投資,投資 亦可以增加政府方面的費用 好像之前Bernie Sanders 我記得他在競選的時候 裡面有提到的一個政綱就是 他會用一個很大的不足 不知道多少錢,不知道多少億 他將全美國公路 那些 Infrastructure 那些有問題的地方 全部都修補了 因為修補的過程裏,政府是不是在省錢? 修條鴨腦 他要做這些,是不是創造了很多職位? 那個Employment 是否有受到改善? Employment 受到改善 那些人多了收入,多了人多工作 那是不是亦投來刺激的消費? 所以他這個做法是有板有眼的 是符合經濟理論的 所以當我們分析一些政綱的時候 如果你在說經濟的話 想想這五個 Component 裡面 究竟他在動什麼? 他在調整什麼? 他的效果是什麼? 那我們用這個角度去分析比較 能夠全面一點 同樣道理 譬如說分析不同地方的經濟 分析不同地方的GDP 我們都會拆開不同的 Component 來分析究竟他今天這個政策 或者是今天做這件事 究竟是影響哪一塊? 他想動哪一塊? 這塊是怎樣動的? 是否成功的? 或者是否會有恃燒比搶的現狀? 那我們就拆開來看 就比較容易分析整件事的內容虛脈 就不是人家純粹告訴你 今天的GDP增長了6% 下年6.5% 那你就覺得6.5%就比6%好 其實這樣的說法比較偏面一點 而且你很容易被一個數字混淆了自己 今天我們看一個經濟 現在我們所說的這些量化的做法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心得 其中一個最大的虛位的地方 就是這些是一個數字性的東西 但是我裏面看不到質量 即是說我看不到 究竟用了在那個Consumption裏面 就算我知道可能買了一部車 但是究竟這是一個什麼質量的車 這個車用來做什麼? 我們基本上在那個質量上面 我們表達不到出來的 很多人去研究經濟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往往在數字上面擺放的時間很多 但他沒有想到在質量上面可以轉變 同樣道理一個地方 如果他的經濟增長率未必那麼大 是不是代表他真的不好呢? 這個經濟其實是未必的 當然 基於這個definition來的計算 即是GDP的計算法 你的計算 當然很容易就說 有個數字性 譬如說增長多少多少多少% 就算是有剩增長又負增長那些東西 但是你想想 是不是一定是要有數字上面的增長 才叫做一個好的經濟 經濟才叫做好呢? 其實不是一定的 如果他在質量上面是改變 是變得好的話 那是不是就算他的增長數字是沒有增長 或者增長小一點 其實可能是比高數字的增長 即是如果高數字的增長 是來自一些所謂劣質的增長 也不一定的 舉個例子 可能你在能源方面 轉了做一些環保的能源 或者可再生能源 可能這方面 替代了傳統的石化能源 變化可能不是那麼大 或者甚至綁來倒退也不一定的 因為你的成本量低了 或者你用的東西少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你經濟就是叫做不好呢? 其實未必的 其實我的經濟更加可以持續 那這個質量上是不是有進步了? 但是質量上的進步 不一定在數量上面可以會表現出來 或者是質量上面是好了 或者數量是會好了的 在研究現在的一個經濟來講 我發覺大部分的分析 很多時候都會著重在那個 數量上面的轉變 但是很少會著墨在質量上面轉變 我的看法 如果經濟一直要進步的話 它在質量上面必定會作出進步 那數量的進步才有意義 如果它質量上是沒有改變 或者甚至質量上是變差 但是數量上是變好的話 這樣出來的經濟數字可能會好些 但是實際上經濟是真的好 那就未必真的好 那我不知道上次還是前一次 很多時候我做節目都會叫大家 分析一下 我會說究竟現在整個時勢 整個大勢在走什麼 經濟的潮流在走哪一邊 有一個大的判斷 然後才去細下去 一個地方經濟各樣東西 細分下去看 我就自己會這樣做 當然有人問 那現在世界大勢是什麼 我看到世界大勢不斷在變 不可以說今天告訴大家 大勢是什麼 然後又是這樣 需要大家經常去留意 世界新聞各樣東西 然後綜合來看 亦都不只是看經濟上的 就是時事上的 那樣東西我們都要看 經常說都離不開那四樣東西 就是文武政經 文當然是文化 文藝方面 就是武當然是說軍事 科技那樣東西 正當然是說政策 或者政治 或者外交那方面的東西 經當然是說經貿 經濟 這一類的東西 那麽統統來說 簡單的就是文武政經 四個方面的範疇 最低限度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剛剛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俄羅斯跟東盟開了高峰會 是不是 在這個索蝕那裏 剛剛就作出了一個聲明 就內容大概都是說 希望是在亞太區 經濟方面的合作 再加上我們中國的提出 一帶一路 美國也都提出TPP 都是亞洲這邊的發展為主 如果從這個經濟方面的格局看的話 未來的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相信 就是亞洲的經濟發展 估計會更加繁榮和迅速 而且裏面一些以前可能不是太起眼的一些國家 可能發展是比以前是更加大和更加快 這個就是我基本上 對於未來那個經濟有信心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歐亞經濟的融合和那個繁榮 裏面是有很多空間在裏面 你看裏面其實很多國家仍然是未曾發展的 而且仍然有很多空間在裏面 這裏還未說到非洲 因為歐亞大陸之後就有非洲 其他的不要說 只是說裏面要建設 除了所謂的鐵路也好 船也好 碼頭也好 之外 還有通訊 Wi-Fi 諸如此類的東西 全部都是需要的 當這些東西落實了 一路一路有進步的時候 第一件事會幫助到裏面的貿易的往來 出入口的往來 買賣進入口的需求 都應該會刺激增加 還有我想增加的速度 可能會很快 除了這個出入口經濟的往來 會頻繁之外 人員的往來也會頻繁 為什麼 因為有多了機會去旅行 以前有很多特別的國家 可能你去很不方便 或者很長的時間 或者很長的路程才能去到 現在可能很簡單 可能搭高鐵已經搞定了 在這件事的進程裏面 經濟會越來越蓬勃 這樣的話 每一個地方的增長點 因為它的基數小 它的增長點爆發出來的力量 就會很大 我記得應該是前一集 我說過波多麗閣債務危機 波債危機 我們簡稱 最新好像美國共和兩黨 有機會達成一個協議 去解決這個問題 具體是怎樣 當然要真的投票之後才知道 當然暫時這件事 看起來好像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勢頭 但問題就是我都經常這樣說 如果它真的進行削債的話 雖然它的數量暫時看不太大 估計應該大部分這些債券 都是基金公司在所購買的 會不會需要斬倉 或者它要斬些什麼 或者斬些什麼 那就要有待觀察 市場我相信就在等待一些消息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 當然一個更加重要的 就是美國聯儲的價不價值問題 現在5月底了 開始的人就越來越估計 6月底的價值 當然現在就有很多種說法 最近有一個比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消息 就是紐約聯儲銀行 宣佈了將會展開一個小規模的 國債公開銷售 即是會賣一些在收入的國債出來 面值不超過2.5億美金 另外分別會展開兩次比較小規模的MBS出售 金額應該不超過1.5億美元 所以兩條數加起來大概是4億美金 人馬上相對於聯儲局手上持的債 就微不足道 有人會看其實很少東西 也很閒而已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既然也不是什麼錢 對於聯儲局來說 為什麼它要賣呢 於是有人猜測 它賣來做什麼呢 它想做什麼呢 即是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賣呢 賣這4億少少的 是不是想嘗試水 嘗試溫 嘗試市場反應是怎樣 其中一個估計就是 聯儲局自從2008年之後 QE就進入了困局 正所謂 量寬又是有問題 收水也有問題 當然市場上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分析起來 基本上來來去到幾點而已 即是加息的話 又怕下角市會倒閉 又會影響很多債 如果不加息 即是你又怕角市會擁有泡沫 有問題 而且你不加息的話 利率就不能夠回復正常化 不能夠回復正常化的最大問題 就是如果你現在是一個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之下 將來經濟有問題的時候 你想再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經濟呢 你不可以減息的了 現在日本和歐洲基本上下降負利率 那你就看看歐洲和日本下降負利率之後 究竟他的經濟會不會真的因為這樣刺激得到好 暫時看到的情況 似乎作用好像不太淺 不太大 那要負多少才行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負利率這件事 老實說就是一個比較風險大的做法 因為真真正正最生氣的人的反應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 那如果反應真的很大問題才浮現出來的話 那你到時要收手 你反過來走 可能風險更加大 所以這件事我相信聯儲局也不敢輕舉妄動 說回頭 如果聯儲是不會走負利率的話 如果將來經濟有問題 那他怎樣去用貨幣政策去刺激 就不能用貨幣政策去刺激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就是財政政策 什麼是財政政策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就是government expenditure 就是政府就是洗錢鋪條頭腦 去請人去做建設去投資那些東西 但是你美國的錢是怎樣來的 他也是要靠發債來支持他那個政府的洗費 稅收當然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你知道美國稅收 你要加稅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經濟已經不繁榮 那你用加稅就更加影響了經濟 所以加稅就不是一個方法 所以他最終那條條條 走來走去都是要發債的 那麼發債的問題就是你越發債多 債息就會被你扯上來 那你的經濟又是受打擊 所以頭頭也不是太行的 沒有兩頭理 沒有什麼絕對好的方案 當然他之前那條計劃就是不斷地買債 過程裡面他就推低息率了 但問題是在接下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再這樣做似乎已經不行了 因為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已經去到很龐大 說回來 最理想的是不是當經濟周期好回升的時候 即是經濟很久 那我就開始加息 加加加加加加到一個程度 你的經濟又不會跌得很重要 又要很平穩的話 那我到時有很多息在手 到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又可以慢慢減息 又可以做 這就是以前加加加加加加加波的年代 即是所謂的貨幣主義 那時候是用的那條計劃來的 想說我基本上都不用做什麼財政正責 即是不用增金白銀 真的去輕橋滑路 做很多投資等 我只要在利息率上去管理的話 我已經可以調節到經濟 這個沒有一個很理想的東西 但是通常我們看回過去的幾十年 一些經濟理論在走得很通的時候 過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就不是太通了 經濟是一個很活動的東西 不可以說是一本通書看得老 不斷地變化 為甚麼呢? 因為這就是我之前呼應我講的 我們看的不是數字上的變化那麼簡單 你要看是質量方面的變化 因為質量方面變化了 雖然數字就算是一樣 或者是不同了 但是他所表現的東西是不同 舉個例子 一個人收入賺了一萬元 另一個人收入賺了一萬元 這兩個人可能他的工作性是完全不同 或者工作的時間是不同 質量是不同 所以同樣一萬元的話 他在經濟上真正表現出來的 其實是不同的 即是放於整個經濟的話 其實的道理是一樣的 現在問題是 美國的經濟 我們看到雖然好像復甦 但是復甦的情況 如果你純粹用數字來看的話 就並不如之前所預計的 那麼理想那麼厲害 似乎都是時好時壞 當然你如果看CPI 通脹好像開始越來越大 但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都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通脹的CPI是怎樣計算的 其實大家看PORMULA也知道 都是在說和前期比較 還有通脹是有很多個原因造成通脹 所謂好的通脹有不好的通脹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有幾個造成通脹的原因 最好的通脹原因 當然是內部需求多了 就是人們賺錢多了 使費多了 所以令到東西的需求大了 那麼需求大了 價錢便會升 求過於工 價格便會升 這種通脹當然是一個好的通脹 但是另外的 可能是別人輸入的通脹 譬如石油那些成本增加了 你是輸入來的 人家外面的東西 你要用的時候 費用是貴了 價格貴了 這個通脹對你來說 是你的成本增加 就不是一件好事 簡單來說 我想大家明白 你賣貴油其實不是幫助到你自己的經濟 你的錢只不過是給別人的產油閣 另一個 如果你是貨幣的貶值 而造成通脹 那麼其實這個通脹 不是一個真正有用的通脹 那麼現在說回頭 所以我估計聯儲屋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它要加息 它又不是可以那麼有信心去加 而不影響到市場動蕩 所以很多人就猜它加不到息 但也很多人猜它要加息 因為為什麼 就是剛才說的一件事 它不加息的話 最最後經濟有問題 那麼它還有什麼在手可以做呢 所以是兩難之處 亦都因為這樣 我估計市場表現出來 就是大家在觀望 因為兩邊都有道理 兩邊都似乎是可能的 好像都不能夠達到一個 什麼很肯定的決定 看看過去的時間 股市的成交量一路低迷 但是指數又不是跌得很重要 也似乎是有橫行的意味 我估計就是在等著這件事 說回頭 如果你拿了一張國庫債券 到期的時候 那你會怎樣 你會收回現金 即是說你到時候 應該收回你的本金 中間的你就收回了 債息 如果聯儲局的債券到期 到底聯儲局的債券會是怎樣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要問大家 想一下 好了 看看聯儲局在2016年5月12日發表的 Consolidated Statement 那個Balance sheet 截到2016年的5月11日為止 和去年2015年比較 總資產減少了大概227億 總負債大概減少了47億 可以看到整個交易 如果和去年的比較 如果收縮的話 市場是怎樣 但問題是 背後影響到整個市場 其實我們都是估計 影響市場的是千千萬萬 所以我常常强调大家听,我想想的东西都是根据诸丝马迹 今个星期就差不多了,下星期我们回来就继续聊聊,下星期再见